哈嘍 哈嘍 大家好 請問大家有看到 你的畫面嗎 哈嘍 大家好 我是小福爸爸 今天呢 很開心 我們要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們新的 我們新的糾堂活動 2016年的新的糾堂活動 是幸福愛分享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一些好朋友要上來 那希望大家呢 趕快把這個消息跟周邊的好朋友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要做 2016年的線上直播 就是有關零股投資方面的相關資訊 我們今天要提供給大家 那趕快可以提供給周遭的朋友 幫我們分享出去吧 我們大概在 12點 已經12點了 我們其實應該開始 還是要跟大家說 非常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今年 2016年 全新的幸福愛分享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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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現在正式要開始 那當然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這次的主題 其實我們這次的主題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將 把幸福的事情 透過喜愛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 當然也希望呢 大家可以將這份幸福 愛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 就像現在 希望你可以告訴你們的好朋友 我們零股投資的方式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投資方式 那我們也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看過很多零股的投資新聞報導 那 讓大家很好奇 為何投資零股可以產生獲利 這個 我這個議題 我相信大家都是 蠻感興趣的 為何投資零股可以產生獲利 那 其實簡單來說 其實零股投資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工作 不過呢 其實它的程序上面是非常的複雜的 應該是說什麼程序複雜 就是 你從整個投資的過程當中 除了要購買它之外呢 當然就是接下來要去領取它的股東紀念品 所以這整個程序是非常複雜的 那 當然我們會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我們今年的糾團活動 它到底如何來協助我們投資人 取得喜歡的報酬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請大家 耐心的等候 就是聽我把它整個完整的說明 OK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就是說 零股投資為什麼很簡單 其實 只要領股投資 你只要購買一家上市公司股票 一股 一股 你就可以獲得股東紀念品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投資方式 那大家覺得說 股東紀念品到底拿來要做什麼用呢 其實它有兩個用途 那第一個用途是什麼呢 第一個用途就是說 我們可以減輕日常生活必要的支出 我們領的這些股東紀念品的商品 有非常的多 去煩惱彩米油鹽醬醋茶 你用得到的吃得到的 其實每樣東西都會有 那東西蠻多的 其實東西蠻多的 但是 其實大家應該很困擾的地方就是說 我除了可以 對 除了就是說 我可以有 你的股東紀念品之外 我還有什麼樣的報酬 其實大家比較想要的是什麼 應該想要的是 我是不是能拿這些股東紀念品 轉換成現金 那我們全新今年的 幸福愛分享活動 其實我們要做的事情 要幫各位會員粉絲做的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是 開始學習這個投資 那這是小自主的投資方式 那非常適合大家可以 不管你的金額大小 其實透過我們的系統的服務 可以讓各位可以開始練習 去怎麼參加這個零股的投資 對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聊 其實我們的系統 到底要如何幫大家 減輕大家的負擔 或者是困擾的事情這麼的多 好 那怎麼去做呢 我們 可以 可以把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很好的練習 我們可以先來聊聊 就是說 股東紀念品 怎麼樣可以成為 小自主練習的最佳起點好了 其實 透過零股投資 你不僅可以掌握 上市規公司的動態 不然是股東會 或者是臨時會 或董監事的改選會議 這些資訊 事實上提供給大家之後 大家可以好好去知道說 每一家上市規公司 他們現在最近 有什麼樣的動態事情 在發生 那當然你就可以關心 他的股價之間的動作狀況 像最近最熱門是什麼 是中信金 中信金現在要防止 其他人的投資 那他就會有訊息出來 最近要召開的是 股東臨時會 董監事的改選部分 當然我們也看到 這家上市公司 目前做得非常好 就是說今年的 今年的董事這七席 應該是會保留下來 那原來中信金的部分 他其實擁有董事席 是比較多的 那這次呢 當然有人要併購中信金 像這樣的資訊 你就可以透過 股東的這個臨時會 他發的這個開會通知單 你就會知道說 上市公司現在的動態如何 那至於我們來說呢 其實我們來說 我們比較單純 因為我們只想要從這個地方 先開始練習投資 那這樣的資訊 就很重要了 如果你有投資上市公司 比如說 我們現在上市公司 大概有將近兩千家 不到啦 兩千家上市公司 那他們的資訊丟進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看說 那我們現在的這個市場的訊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對於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 資訊取得的一個方式 這是第一階段 我們可以取得 這些相對相關的資訊的 取得方式 那再來呢 我們也希望能夠 有所獲得 那我們很單純的 我們的投資 比如說我們購買了 上市公司 八百家好了 那我們其實每年可以領回來的 股東紀念品 其實就相當驚人 這個部分相當驚人 已經有朋友在問怎麼參加 好的 我等一下會做這個說明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其實還蠻單純的 希望大家能夠 很簡單的去投資 零股這件事情 零股只要你願意 你只要開戶 當然你就可以開始投資 不過呢 我還是先講一個議題 就是說 目前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 全省 全省 目前 零股的投資 每一股最低的手續費用 是二十塊錢 這目前全省的券商 共同所擬定出來的 這個手續費用 其實不低 以如果我們要購買 上市公司八百家來說的話 其實如果二十塊錢 成長八百家的話 將近你要支出的手續費用 就要一萬六千塊錢 其實非常的高 那這次呢 小部發研究團隊 我們跟了很多券商去溝通 當然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這次溝通很順利 很順利 有了一家本土的券商 願意協助我們 協助我們呢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協助我們呢 可以讓我們在購買 這個股東紀念品的 手續費上面 可以給予優惠 一股呢 只要五塊錢 只要五塊錢 換言之呢 原本我們購買零股 可能上市公司八百家 你要花的手續費用 要一萬六千塊錢 對 一萬六千塊錢 沒錯 對 就是 劉民客獻證 對 沒錯 就是一萬六千塊錢 那我們現在的合作本土券商呢 他的手續費用 只要給你收 對 一股五塊錢 所以呢 如果是八百家 只要四千塊錢 換言之 你的手續費用呢 就會省下 一萬兩千塊錢 當然 如果你要在別的地方投資 當然也沒有問題 這樣的投資人 你當然還是可以 還是要花比較多的手續費用 不過 對於我們小資助的投資來說呢 第一階段 我想應該最主要要先節省成本 節省這個不必要的支出 讓自己的資金更豐沛一點 對未來的投資 當然會有更好的機會 那當然我們現在來說呢 目前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有本土的券商 是要來支持的 那 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 這個名額一定會有所限制 不是 我們沒有辦法提供太多的名額 當然如果說 大家都要參與這個活動 非常的踴躍的情況之下 那 當然小福爸爸可以再去跟券商軍 多申請一些名額下來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能夠多支持 那 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的名額是有限制 那如果你要怎麼參加呢 朋友問你怎麼參加 其實參加方式很簡單 你可以先到我們的 你可以先用LINE 對 一定要新 也一定要新的帳戶 這一定要新的帳戶 那我們配合的本土券商 才能提供這樣的優惠給你 那 我們當然 可能大家還是很好奇 想知道說是哪一家券商 那因為 各位也知道 就是金管會有很多的規定 那 既然這個優惠的話 是屬於我們的專案 我想我這邊還是 暫時沒有辦法透露給大家 那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興趣的話 請用LINE搜尋 用LINE搜尋 AT 你只要輸入 ID輸入是 AT B-E-E-S-T-O-C-K 就是小老鼠 然後 Bub的B 然後英文的E 就是B-E-E-S-T-O-C-K 那 在線上我們有客服人員 你只要留下你的資料 那當你要寫下 我這次要參加的活動是 幸福愛分享的活動 然後寫下你的中文大名 中文大名 然後再來就是 您的聯絡電話 以及你的地址 那我們會安排券商的人 跟您做聯繫 安排開戶 那 有關網友提到 就是說 哪一家券商 券商我剛才說過 因為金管會的規定 所以我們還是上面 不方便說 不方便直接做說明 那券商的部分 我們收到各位的資料以後 會直接 直接由券商跟各位做聯繫 您只要把 跟研究中心這邊的 這個委託合約書簽好之後 因為這是一個專案 只有 小福吧05研究中心這邊 有提供給大家 所以 請大家務必要簽完合約之後 我們就會直接 幫大家安排開戶的事情 公司可以留 地址留公司資料是可以的 這沒有問題 對 怎麼樣申請 能上 好的 你要我來寫嗎 這要怎麼寫 這個好像沒有辦法直接寫 你可以搜尋 我看一下 我透過我的電腦 看看能不能寫給大家 讓大家比較快看到這個資訊 各位也可以到臉書上搜尋 小福爸爸靈骨研究中心 我有看到了 有人有提供了 對 你要搜尋 要加一個 at 是 at b-e-e-s-t-o-c-k 那個剛才 有打上去 b-e-s-t-o-c-k 前面要加一個 at 小老鼠 對 這樣才可以搜尋到我們 那這個帳戶你搜尋後呢 你就先加入好友 那 這是一對一的服務 所以 他基本上是非常的安心的 就是 他是一個安心的服務 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各自會外洩的問題 我們是一對一 由我們公司線上的人員 會協助大家 所以你只要留下你的 第一個當然你要寫說 幸福愛分享 對 你要參加這個活動 對 然後再來呢 你就要寫下你的中文的姓名 對 因為這個資料 我們必須要建檔給券商 那當然 等一下我們的客服 也會告訴你說 是你要加券商 因為你畢竟還是會接到 這個券商打電話給你 約這個開戶的事情 那我們開戶的這件事情呢 是各位要自己親自 親自到銀行去開戶 親自到銀行去開戶 所以 並不是由 小老鼻鼓嚴重聲音 這邊幫大家開戶 因為我們 實際上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幫他開戶了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已經有券商了 如果你有跟我們同樣的券商的話 你需要再加開一個帳戶 那基本上我們這個帳戶 應該是 專案 所以基本上你要跟我們的券商要 要 同樣撞在一起 這個機會幾乎是零 即便是同一家券商 它還是可以加開帳戶 那當然我在這邊也是要 跟大家做說明 這個券商 基本上 小爸爸會建議大家 它是一個比較單獨的帳戶 來做管理 你要買賣股票 當然也可以 那因為我們未來也會提供更多的 系統交易的服務給大家使用 所以這一塊是沒有問題的 對 那只是說在現階段 為了要單純的管理 系統化的管理 我們現在希望大家是 先加開這個帳戶 目前全省呢 我們將近有200個點 有200個點 透過銀行 你可以直接在銀行 走進去開戶 這個沒問題 這個是要跟大家做報告的 所以我想我們這次 花了蠻多的時間 跟券商做溝通的 那當然這個很大度的券商 大家很快 當您加入後 你就知道說是哪家券商了 它其實願意提供一個 長期性的服務 我們非常的感謝它 那它也是 在現在目前台灣的成交量 這麼低迷的情況之下 願意給小資族 這樣子一個投資的環境 跟機會 所以 呃 對 剛才有人提到 是在LINE報名後 等券商主動聯絡 聯絡 開戶直接就是專案 是的 沒有錯 就是說 你在LINE上面只要搜尋 好 你要AT 就輸入小老鼠 然後BUB的B 好 然後英文的E B-E-E-S-T-O-C-K 那我們線上就會有 我們會有同仁協助你們 好 那當然也有 也有朋友提到說 投資的門檻大概落在哪裡 這次我們的系統服務呢 基本上它沒有門檻的限制 沒有門檻的限制 也就是說 我們在外來的系統 對 我們外來的系統裡面 它是 您加入我們系統之後呢 我們會只要有上市會公司 它有股東紀念品 有臨時會 有各樣的會要加開的時候 或董經事改選的時候 我們會將訊息投放到 您最近的手機上面 所以呢 您可以決定要不要 您要不要參加這一次的 就是 應該算是認購 認購這個領股的動作 那當然就是會直接下單到你的 就下單到我們指定的圈上裡面 好 那當然就是接下來 我們會幫大家去領取整個股東紀念品 回來後 今年的股東紀念品我們領為後呢 我們基本上 我們會統一幫大家進行變價 變價呢 當然有很多方式就是 我們可能會賣出去啦 好 我們要賣出去 然後賣出去 現金呢 在同樣的分配給大家 咦 我們剛剛又有人提到說 我們投入的金額是多少 其實我們這次的金額 確實沒有限制 也就是說 這些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透過系統去購買的股東紀念品 我們持有一家上市規公司股票 那它當年度會發放股東紀念品 如果說這個商品 你覺得你喜歡 這家上市規公司你也喜歡 當然你可以設定直接購買 你可以直接購買 那領回亞的股東紀念品 我們變價後呢 會把這些變價的所得呢 直接存到各位的帳戶當中 所以你們可以做自己的使用 那當然我們在第二階段呢 我們有準備 後續的系統 可以讓大家直接來購買這些股東紀念品 這也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都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粉絲有提到說 我們會不會有收會員費 我們沒有收取任何的會員費用 我們沒有收取任何的費用 這個 不需要任何的費用 我們等於是 等於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糾團 我們希望是有更多人來參與 如果說有更多人參與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 負擔會更輕鬆 負擔可以更輕鬆 就是說你覺得 比如說我簡單舉例好了 今天我們去 好我們帶兩個方向 比如說我們今天領到的是 我們用一個範例好了 一個範例就是說 比如說去年 好去年的 去年的紅捷科 股票代價是8086 他去年發的股東紀念品 是711的禮券是200塊錢 200塊錢呢 假設我們現在參與的人 是有1000個人來說好了 我們的計算報酬方式很單純 就是200塊乘上1000個 當然我們可能要把它變價 也就是說有人跟我們購買 這1000份 200塊的711禮券 領外的現金呢 就是變價後的現金 我們去扣除掉 我們的一些人事管理費用 去帶領的費用後 再反除我們的總數 也就是說參與的粉絲數 後呢大家就可以取得我們的報酬 這報酬的部分可能就是 我剛才如果簡單算一下 200塊的711 都變成商品卡 如果1000個人呢 變價金額是9折的話 再扣掉人事管理費用可能 1000塊或2000塊不一定 除了我們的總共粉絲數 可能1000個來說的話 每個人可以領到的報酬 大概就是179塊 那當然大家或許會覺得說 200塊錢 我是禮券耶 200塊耶 那為什麼變成是179塊 這這邊要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因為我們在管理所有的粉絲的過程 然後因為可能這個數量 這個數量真的太大了 那這麼大的數量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必須要統一的作業 會做起來是比較流暢一點的 所以我們會統一作業 就是新年度的加入的人 我們方式很單純 就是所有商品我們領回 統一處理 販售出去的部分呢 所有變價的價金所得 大家一起來分享 這是大家 這是我們新的活動方案 對 那剛才大家有提到就是說 這八百筆需要一股一股認購嗎 我們的系統設定上面 會有兩個 未來系統設定上有兩個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 您可以 比如說我每一家上市公司 只要有資訊出來的時候 我把這資訊丟給你 一丟給你之後呢 你馬上決定說 OK 我要 那這個資訊就會送出去 直接到系統到券商那邊 直接進行購買 那第二種我們的規格設定呢 就是 只要我們 研究中心系統 丟出來的資訊呢 您全數要購買的話 那它會自動 幫你透過券商去下單 自動透過券商 幫你下單 會購買全部的這個零股 那當然大家都會覺得說 哇 那這個八百股耶 這數量真的非常多 會不會用到非常大的金額 我們大概也粗估了一下 如果說 您用了這個 你八百股就去購買它的話 可能的金額呢 以現在的指數 今天的行情大概是九千多點吧 應該是不會到三萬塊錢 當然這是最快最單純的方式 您就是只要參加我們 糾團的活動 那開完帳戶之後呢 那你就系統上設定 自動購買 那買期之後呢 我們全數領回 在全數 變價成價金之後呢 然後直接提供到各位的系統裡面 那你們可以轉出 變成是現金使用 這都沒有問題 這都是很單純的做法 那期間呢 就是說如果 大家還有想要什麼問題 你們也可以在上面 再留訊息給我 那 這也是一個很單純的投資 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投資 那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 零股投資是很單純 並不是複雜的 那 準備多少錢呢 我想應該是不用到三萬塊錢 那當然不是說 你的投資金額是要 需要到一次就是三萬塊錢都存進來 倒不需要 這個交易的部分呢 因為交割銀行 你在購買零股的過程當中 有人問就是報酬到底有多少 好 這個 我先把這個講完 就是 這個 好 就是 報酬我也多少 先跟大家講 好了 基本上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就是利潤共享的一個概念 像在現在的就是共享經濟裡面 我們其實 呃 呃 早就已經 已經有規劃到 就是說希望大家能夠共享這個的利潤 所以呢 當然我們 為了要整個的管理上系統上的方便 所以會全數一起管理的原因在這邊 年報酬率很難說 那當然因為 因為股東紀念品的市價高低不一 好 那依照我們這 呃 近五年來的操作 我想一般 超過定存應該是沒問題啦 啊 但是報酬率能不能說呢 這個我不知道金管會不會覺得我講太多 好 雖然我不是隸屬金管會所管理 但是 還是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我們的收益 应该说我们的报酬是来自于 我们取得股东纪念品后 变价 变价所得 那变价所得你可能会拿到的是 可能是礼券啊 也可能是商品啊 那也可能是会员的点数 那这个就不要讲太明白 因为讲太明白呢 等一下以为我说 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 嫌疑等等 其实最主要我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帮助大家 帮助小资族们 有很好的投资管道 及一个方法 那这样的投资方式呢 希望能够创造大家 在这么不景气 这么低迷的环境当中呢 能够有一个收益的来源 那基本上 共享经济谈呢就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报酬就是分论 那当然这必须要扣除掉 所谓的经营管理的成本和费用啊 这块的部分呢 我们能够做到了 我们会尽力帮大家做到 那举凡当然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 我们的成本到底高不高 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要买多少股 其实上市贵公司都一股就可以了 还有人问说 比全镇哪个报酬好哦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 我先回答这个 李小微小姐说的 未成年可不可以参加 答案是可以哦 未成年的小朋友是可以哦 像我自己三个小朋友 其实三个小朋友 都有参加零股的投资 所以未成年是可以的 只是说你还是要先开 还是要 还是要先去开股的 那这个部分呢 有没有比全镇报酬高呢 基本上领股投资 我们所 我们所 这么多年 今年累月的经验来说 其实还蛮单纯的 这样的投资是 一本万利 也就是说 你买这些上市贵公司 那他每年基本上都会有 发放股东纪念品 当然我们会去帮大家挑选哦 就是这个系统呢 讯息发出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确定 他今年会发股东纪念品 基本上他今年就会发股东纪念品 所以 大家就可以取得 这样的股东纪念品 那当然为了我们统一 方便管理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纪念品 放到我们仓库进行变价 我们可能把它销售出去 或做其他的变价动作 简单的说呢 就是所有的报酬呢 是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那大家因为都有登录账号 几密码 可以看各自的账户里面 就是分配到的这个收益部分 那如果你加入会员呢 你可不可以拿到这个纪念品呢 实际上呢 是可以的 应该这么说 我们大概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帮大家去购买 购买之后呢 我们要帮大家去变价 变价后的价金所得呢 这个我们可能是用会员点数的方式 直接统计在各位的账户当中 那这个账户呢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进行购买的行为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股东纪念品 你很喜欢 你可以用你的价金购买 直接购买这个商品 所以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你如果想到这个纪念品 可不可以 可以 你就用价金直接购买 毕竟领回的商品还是要转换成现金嘛 大家都比较期望是转换成现金哦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帮大家能够转换成现金的方式 那有没有比全正好哦 回到刚刚那个讲的大家关心一点 有没有比全正好 我想这两个的报酬是不一样哦 全正的报酬啊 主要对应的是一个股票 以及目前的股票市场 那我们的零股投资呢 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股东纪念品 那可能大家也很好奇说 股东纪念品不是只有每年才发一次吗 不过呢 其实我们用一个 今年的状况来跟大家报告 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状况 今年的零食会 从今年的大概7月8月后 一直到12月 有非常多零食会 大概也将近有七八十家以上的零食会 当然大家可以到那个交易所去看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零食会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今年度的股东会 其实开的状况 有很多的议题没有通过表决 所以会加开这些零食会 那零食会会不会为了要召开 所以为了让议题能够通过 所以也是一样哦 它会发放股东纪念品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状况 我们今年也看到有一家 上次贵公司就发生这个状况哦 正常来讲它应该要发放 但是呢 因为它同一天召开了零食会 股东会 加开的会议太多了 所以最后金管会是拒绝它开会的 所以那一天就 当然我们也很失望了 我们没有领到那个股东纪念品哦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损号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要请大家多见谅哦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就是股东纪念品还有股东股东会的部分呢 加盖的部分其实还会蛮频繁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说参加我们的九端行动 好处是什么 其实你很单纯 开完账户之后呢 您就只要跟我们一起共享这个 共享经济 共享这个获利就可以了 那当然所有资助成本的部分呢 我们因为团队的营运总是需要成本 这个经营的费用呢 我们扣除掉以后 剩下的这些投资报酬 我们就会分论给大家 好刚刚也有人提到就是说 如果大盘再跌会有影响吗 其实大盘如果再跌的话 其实基本上 我们购买的零股的部分呢 这个投资成本会再下降更多 好不过这次的开户 其实已经可以帮大家至少 升到一万两千块钱 我想目前台湾的市场零股的 这个费用一股都是二十块钱 几乎是从第一名的券商 第二名第三名 前三名我想都没有问题 都是一股二十块钱 但我们现在的这个券商呢 本土的其实也不算是小券商 是大券商 但是他提供这个专业给大家 那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名额也有限 但如果说真的人数真的非常的多的话呢 我会再争取 想办法争取多一些名额给大家 那看看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尽量提出来 那我尽量在线上可以跟大家做这个互动 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零股的投资到底复不复杂 或简不简单 其实就很简单啊 对这个投资其实真的蛮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你要开户 开户还是要再提醒大家 你可以参加我们就当活动的话 你在LINE 你只要在LINE的ID里面搜寻 就是输入at 就是小老鼠 然后B-E-E-S-T-O-C-K at B-E-E-S-T-O-C-K 我们线上就会有客服人员同事把资料提供给您 那就会帮您安排开户 开户之后呢 之后我们再提供系统的下单资料给您 那这个系统下单资料会直接对应券商跟交给银行 所以您只要开完户以后 那跟我们签议这个合约书以后 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您 之后你只要透过系统 你就可以观察 你现在的报酬 就是我们变价 变价的状况 刚才有人提到就说 我们买的零股会不会变成壁纸啊 零股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买的是一股 其实最主要我们要取得的是一个权利 领取这个股东竞力品 还有出席的这个 我们有出席的这个机会 那基本上因为一股 有的单价其实真的不高 就是五块钱十块钱 二十块钱都有 当然高了也有嘛 可能把来快了 像现在最贵的大利光 可能一股就要三千多块钱 那基本上我们可能 资金分配的方面的话 就不会提供这样的资讯给大家 因为这个投资金额可能 未必太高了 那零股的部分 会不会因为这个个股大涨 或大跌的部分 会影响到我们的报酬 在这边还是跟大家理行一个观念 其实投资领股的部分 当然它是学习一个投资的起点 那我们第一阶段的目标 第一阶段的目标 最主要是要获取股东纪念品 就是最主要获取 获取也是股东纪念品的报酬 那之后转换身经以后 我们下个阶段 我们会再提供 的是系统的部分 让大家可以 一次需要拿多少钱 我们不需要你一次拿多少钱出来 我们会提供系统出来给你使用 每一股 每一股你有喜 你自己喜欢 你觉得这个领股我喜欢 它的经典品你喜欢 你就可以下单 你就可以直接下单 直接购买 我们的系统直接帮你串接到 我们这个是API的串接 直接串接到那个系统 就是系统商里面 就是券商 他们直接帮你下单 所以就是领回了这个经典品以后 我们还会直接帮大家去处理 所以准备的钱呢 多跟少都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有统计过 如果以800档都要购买的话 目前的规划 大概可能应该不会超过3万块钱 所以大家应该不用准备到3万块钱 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压力 不是要一次就要拿出来 绝对不是一次 您对于上市会公司 比如说我们提供的讯息给你之后 你觉得这个OK 我想要买 那你只要勾OK 我买入 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系统的两个 第一个的设定就是 你喜欢了你就直接买 就是我丢一个讯息给你 到你的手机里面 你觉得这一股我喜欢 OK你就勾我要买入 那另外一个 因为你可能工作时间太忙碌 你没有办法 那领股的这个800档的交易的话 大概可能不到3万块钱 你也可以设定就是自动交易 那这个系统我们当然会去勾选 当然就是说 跟股价的涨跟跌 是系统一次购买 对 买低于800档就要自己勾选嘛 其实几千块也可以买啦 就是你可能觉得说 我现在还没有那么有钱嘛 那我可能只有四五千块 那我想要试试看这样子 小额投资可不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金额真的不是很重要 就是说上限应该不会超过三万块钱啦 那当然这是看大家自己喜欢的股票 那至于股价的波动高低 我想高低一定会有 因为股价现在已经九千多点了 未来会不会破万或者往下跌 看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后才知道 那基本上股价高低并不影响我们的权利 我们还是要能够出席股东会 当然有一种状况比较特别 就是减资 万一发生减资的时候 你的股票可能就没了 那你就会失去这个权利 那这个部分呢 如果说你还要拥有这个权利的话 当然你就要追加去买这个 把这个零股的权利买回来 那原则上我们的系统 会帮各位自己做检测 检测之后呢 你们如果有缺的部分 只要勾选说 我要再补回 基本上系统会自动去帮你购买这个零股回来 你还是会想有这样的权利 不会影响到各位的权利 那当然如果说 大家也有想说 那这样还是 大家还是比较关心的是 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吗 保守来说 就是超越定存 那两位数的收益 应该是不是太大问题 两位数的收益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那至于会收益高达多少呢 你们可以打 我只能说有机会跟没机会 那个不知道为什么 金融机构出来讲话都比较保守一点 那大家就是 你可能觉得多少是满意 你们可以写在上面 我看看我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能做得到的话 就尽量帮大家做 诶 大家没有反应 好 基本上呢 就是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说 零股的投资是很单纯 那因为里面的工呢 太繁杂了 那为了要减轻大家的 减轻大家的投资商的困难 所以研究中心这边呢 会有一条龙的所有的服务 50%吗 50% 50%的报酬吗 哇 这蛮惊人 50%可能 要加油 要很加油 基本上这个金额真的非常的高 基本上 你觉得有难度还困难 但是呢 就是两位数啦 那有没有 有接近 有接近 这是有接近的 对 这是非常接近的数字 但是呢 这个要看我们 当年度的发放股东 今年品的状况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 跟大家做确定说 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基本上 对 基本上就是有报酬的部分 我想我们跟大家一起做分配 那只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减轻 大家的困扰 大家就是越简单的交易越好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投资方面 以目前来讲 台湾的股市 其实像今天 今天可以看到就是几乎都是外资在操盘 就是外资自己对抗 多方跟空方的交涉 那基本上 我们其实在未来 我们也会提供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城市交易系统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关注到市场上常常讲的 就是定期定额投资的部分 不过定期定额投资 当然有它的风险存在 那我们希望呢 因为我们 我们是小资组的投资嘛 我们希望 小布包拔研究中心 有机会呢 能够带着 小资组一步一步 我们从很小的金额 可以慢慢的滚进 往更大的金额迈进 当然也有人讲说 小布包拔是什么 其实我还是要说一下 其实小布包拔希望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 从一个很小的投资金额 慢慢变小富 小富之后呢 再慢慢变成大富 真正成为一个富爸爸 那投资当然有很多种投资的方式 那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分享给大家 大家可以在一个 很好的投资的架构底下 慢慢去摸索 跟学习投资的管道 那当然也可以创造更多的活力 刚才也有朋友问到说 一个人只能买一个单位吗 还是能买好几个八百档 我想你的意思应该说的是 我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一个账户 我可不可以开十家券商 来做这样的投资 答案其实是不可以的 因为以小布包自己的角度 以我自己来说的话 我自己个人只能有一份 也就是说不管你持有再多的账户 只要你买到同一家上市贵公司 事实上你还是只能领一份 股东纪念品 所以一个人 即便你户处再多 你买了再多 你买了一百万股 买了十万股 跟一股的报酬是都一样的 当然也有朋友问到说 领股 有的领股是不是没有发纪念品 应该有吧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有这个话题 基本上领股的部分 很多上市贵公司 并不寄发开会通知书 他不会寄发开会通知书给大家 所以没有开会通知书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出席股东会 当然你就领不到股东纪念品 对那有些上市贵公司 当然还有规定 确实没有持有买一千股的话 是不能领取股东纪念品的 不过因为我们用大数据的一个分析的角度来说的话 上市贵公司将近有两千家 那有两千家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购买的可能大概是八百家 这些都是比较明确知道说他会发放股东纪念品的 那我们就会提醒大家让他自行决定要不要购入 系统未来的设定的规划呢 有两个 一个是逐一笔一笔检视 就是每一笔你自己要决定要不要购入 那另外一个是全额购入 也就是全数购入的部分 这是两个系统设定提供给大家 那系统部分呢原则上 因为今年度的部分 现在系统已经在做测试了 所以明年年初的时候会开放给大家使用 做登录 那现在呢当然因为券商的部分呢 我有名额上的限制 所以大家如果要参加的话呢 请大家务必要帮忙 你就要先写下我要参加幸福爱分享的活动 然后留下你的中文大名行动电话 以及联络地址 我们可以先帮你做这个开户的准备 那如果名额用完的话呢 我当然希望能够在 如果大家留的资讯够多的话呢 我可以再跟券商再申请看看有没有多的名额 那大家也很关心一个议题 就是说 民股股东竞技品不是明年才要领吗 为什么我们想不怕现在就要跟大家讲这个资讯呢 我想这个议题大家应该很好奇 其实最主要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说你到明年再来购买的话 事实上对你来说 这个速度已经太慢了 所以我们每年的年底的时候 每年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帮大家准备说 准备要开始购买 那今年呢 我们 我们会提早这样做 其实也不提早 应该说去年我们也是大概是11月就先走第一波 纠团的动作 不外乎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早点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才知道整个后制的处理作业流程 因为 股东竞技品的部分除了买单以外 就是你要购买股票之外呢 再来你还要补单 补单后来施单 还要用印 还要全程领取 所以这个程序事实上是蛮复杂的 对 那我们在年底的时候 希望大家就准备好 Ready 这个Ready很重要 你不要等到明年 因为我们看到 每年喔 像今年的 3月4月的时候 有很多朋友要加入 有非常多的朋友 瘋狂要进来 其实我们真的来不及下单 真的来不及 那这来不及有很多原因 包含什么因素 包含的是券商 因为券商 它的交易的系统 他们是连接到 证交所那个地方 那证交所那边的系统 没有开放那么宽的平宽 让他们使用 所以呢 会影响到大家 可能会交易不大的问题 那如果说 你希望能够有好的报酬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 你购买的零股的数量 应该是说 零股的档次要够多 你档次买的够多 你的获利的机会就越高 是档次越多 也就是说 你持有的上市会公司 越多加的话 其实你获利的机会越高 那早点准备一定比 到时候一起购买 来的机会高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上市会公司 当你想买它 即便是零股你都买不到 所以早一点买 一定是会比较好 你千万不要等到 最后火烧屁股的时候 我讲话比较直接 就是说 你到很后期的时候 再去买的时候 你可能买不到这些零股 当你买不到零股 你想要参加 对不起你今年 也没有你的份 对不对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 像我们 我们已经投资这么多年 其实 当然我们收益是已经回本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 大家也很好奇说 那接下来 我们还会提供什么样的 投资的方式给大家 我刚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未来会有 我们未来是有系统交易的 所以 当然希望大家更紧一点 这个 投资呢 当然有风险 不过呢 因为小爸爸也是金融机构出来的 所以 基本上 我希望大家的投资能够稳健 而且呢 收益能够 跟财富能够不停的累积上去 那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中心做得到 我们也会尽力提供这样的资讯给大家 相信我们也不会辜负大家 在多年前 我们或许没有办法提供这么好的 完整的服务给大家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系统化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那未来的城市交易 我们也一样会提供给大家 那 至于我们既有的客户呢 想要转换的话呢 当然也是可以的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新的整个活动里面 或许这个报酬 不是那么明确 但是 我们相信 这样的报酬是 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或许因为 曾经我也有接触到 也有人跟我讲说 你们好像赚很多 其实 我们也要说实话 其实我们经营成本非常高 我们在台北市 租的这个办公室 其实 大家先前也有看过 也像仓库一样这么的满 对不对 办公室的租金也很高啊 办公室的人事费用也很高啊 带领也有成本啊 货运也有成本啊 其实当然都很多的压力 不过我觉得 在 现在新的世代里面 新创的想法就是这样 就是 其实利润是可以共享的 大家都看到像Uber 对不对 Uber 对不起 Uber 对不对 计程车这种服务也是可以 当然我们不是很排斥啊 也不是说一定很赞成 但是 就我们自己领股的 这个投资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事情 可以为小资主做一些事情 那 成交量的部分呢 当然这个 这个我没有办法 能帮大家节省这个手续费的成本 我已经努力去做到 我真的沟通很多券商 那我们也要秉持一个观念 我们也要让券商有收益 不能券商没有收益 券商如果没有收益的话 它没有办法再提供服务给我们 对所以 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哦 我想我们这次找的券商真的是 是很用心 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成长 他也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再提供的是 城市交易 所以他现在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那全省将近200个 200个分行都会开这个券商库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当然 他们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 我知道我们是也可以 而且 我们既有的客户呢 我也希望说 你也可以支持我们这个方案 家人亲朋好友都可以加入这个方案 那当然就是说 如果说 您自己的家人有要参加我们其他的方案 那个 就是造就的方案 当然也没有问题 只是新的部分呢 它也是个机会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就是有关于收益 大家可以共同的分享 那在我们投资零股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有 要参加就是 吉保的抽奖 那这个抽奖的部分呢 一样 同样 就是由我们这边 会透过人事的方式 直接帮各位操作 一切都是要让大家方便 那收益的部分 也是要让大家共享 这是我们 小不法灵魂研究中心 努力去做的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支持我们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请用LINE 用ID LINE的ID搜寻 就是 AT B-E-E-S-T-O-C-K 我再重复一次 就是 小老鼠 小老鼠 B-E-E-S-T-O-C-K 那我们会有 线上的同仁 为大家服务 就是 你只要搜寻LINE ID 然后直接写一个 AT AT就是小老鼠 然后 英文的B 然后 英文的E B-E-E-S-T-O-C-K 就是B-S-T-O-C-K 就是封股 全民一起来封股 封铃股 希望大家可以 有很好的投资管道 提供给大家 那不知道大家 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希望大家能 永远参与我们的活动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 把这个幸福爱 分享的事情 这个喜爱的 这个活动呢 分享给周边的朋友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 其实我们 会更有力量 来做这件事情 那 在共产经济底下 我们尽可能 会把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 给大家做完整的报告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执行上的整个过程 那当然 服务上面或许 我们还需要再成长 还要有更好的方法 那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给我们 更多的支持 那当然 有些地方 可能 或许我们不是提供了这么的完善 不过我相信 我们中心也不停的在改善 就是 能够有更好的服务给大家 对 好 大家想要知道 我把这个 这个要怎么写 这个可不可以直接写 这个帐号 我建议大家可以到 那个 就到脸书上搜寻 小富爸爸灵骨研究中心 那 有关那个ID 因为 我这样念 好像大家都不太容易记起来 我 我等会就直接写在上面 或者是 我可以请我同事写上去吗 有人可以帮我答上去吗 好 其实我同事也有参加直播啦 因为 毕竟那个 对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操作这么多画面 希望大家可以 诶 我看有人没写 好像可以耶 好像不行 好 我在粉丝页上面会直接写 就是我们的登录方式 你只要在LINE上面搜寻 at B-E-E-S-T-O-C-K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你搜寻到LINE的ID 那 ID加入后呢 我们会有 我们的服务合约 那你签会之后呢 我们就会安排 来券商帮各位开户 来看看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 对 那如果大家没有任何的问题 诶 我这个 打的速度真是快 没错 就是 at B-E-E-S-T-O-C-K 用LINE搜寻 at B-E-E-S-T-O-C-K 那个小老鼠也要打喔 如果你没打的话 会搜寻不到我们 好 基本上 大概就是这样子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留 你可以在 领书上面留言给我们 或者是传讯息给我们 或者是在我们 LINE 里面呢 直接留讯息给我们 那 所有资讯我们都经过保密 所以它是不会公开的 那 今天呢 就跟大家解说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我们会再找时间 跟大家继续分享 我们大家 我们这个小核化领域研究中心 接下来的进度以及计划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